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娶到她的美娇娘 和和美美地过一生 她把那个人放在心底 一生一世都循规蹈矩地望着她 怎么了 我 我很高兴 我们会一辈子在一起吧 当然 我们肯定会一辈子在一起的 前世 她只活了二十五岁 如果今生 她能活到八十岁 一直陪伴在城池的身边 该有多好啊 我的小姑娘长大了 如今遇到突然的事 都知道怎样处置了 四郎 我只要你就好 你做不做大官 有没有银子都行 去田庄里住我也行 只求你别再以身涉险 我会担心的 我会日日夜夜都不安生的 哼 这可是你说的 不要银子 只要我 到时候可别看着别人家的孩子成亲的时候 又是买宅子 又是送田产的 你心里不平衡啊 不会 不会 我是小户人家出身 只会过些小户人家的日子 这样挥金如土的 我反而忐忑不安 我 我会好好地跟着娘学习李家的 好 我看着呢 我一定行的 周少锦重生了 前世背叛她的表哥成禄 自然被三振出局了 可她还有承许 承意 承举 等许多个表哥 这是个我与承家不得不说的故事